很有泰國的那個在地的感覺 夏天的時候晚上在外面燒烤的感覺 就會很像在坐在泰國的街上的感覺 隱身在台中中校夜市內的這間泰式燒烤餐廳 是一對八年級夫妻共同創業而成 而在廚房忙進忙出的老闆娘Sarah 則是道道弟弟泰國人 餐廳內外所有的打理都出自她手 從料理用的香料到沾醬 以及店內商品及裝飾 都是從泰國進口 甚至還將泰國曼谷的交通工具 嘟嘟車都運到了餐廳的門口 讓客人彷彿置身在了泰國一般 你好 歡迎來吃台中唯一的泰式燒烤 泰式燒烤是在泰國當地 他們每一個家家戶戶 他們就是算是一個平民的美食 在泰國當地如果有一些生日 甚至一些節慶的部分 他們就是每個家庭 他們都會吃這個去做一個 就是慶祝 慶生 我們會先放一塊豬油在上面 讓它塗抹均勻 因為我們的豬肉的油脂成分 沒有到很多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豬油 去輔助它 讓它在烤的時候 不會涼麵燒焦 或甚至黏鍋的部分 然後你會放一塊豬油 泰國人 當我們吃完 然後這個會說 泰國人會喜歡吃這個 很油 對 它會是 但是泰灣客人不敢吃可怕 這個什麼 但是泰國人真的喜歡 所以他們不會放只一塊 它會放很多 然後是會有款 我們有不同的豬油 就是有禮雞豬 梅花豬 松阪豬 跟五花豬 四種豬肉 一次滿足 這些肉品基本上 我們都是用 自己用泰式的醬料 我們會先醃製過 然後再做燒烤 梅花 泰國人很喜歡這個 對 還不錯 就是跟一般的同樣 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湯也比較有味道一點 它肉比較Q 它的醬汁還不錯 然後我們會 再換電料 其實每一家泰式料 也都會有所謂的甜辣醬 跟海鮮醬 這兩個都是我們老闆娘 也是我太太 他們自己親手純手工去製作 海鮮醬一樣 它是用大量的蒜頭 跟香菜還有辣椒 那還會有魚露的部分 所以我們吃起來的層次感 會跟外面就是相差許多 但是紅色辣碗是紅色的 這個必須有 這個比較熱門的醬料 是紅色的這一個 是甜辣醬 我喜歡甜一點 我會烤久一點 邊緣沒有味道 沒有醬料 玻璃邊緣 我們的培根豬它是肉片 所以它是沒有醃漬過的 對 好 妳要先吃 好 這是我做的 好吃 然後醬料 太過分請問這個喝一喝 如果這樣不夠 OK 太甜 銅板烤肉它的特色在它的那個 醬汁上面 它有綠醬 紅醬 還有小朋友最愛吃的什麼醬 如果它有一個 我們會給它煮豐粉 包含還是一半 基本上如果我們點了一個 同盤套餐 我們除了米飯之外 我們還會有冬粉 雞蛋 那甚至泰國的媽媽麵 那我們會把它折對半 最後放在鍋邊煮 其實裡面的粉 你們可以放在湯裡面去 變成綠咖哩雞湯 又或者是說 我們放在碗裡面去做一個乾拌麵 其實都是可以的 最後來講說 想說就熟麵 最後的計劃 就把它濃到那麵裡面 這樣子吃這樣 還滿好吃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道 就是泰式的酸辣鱸魚 那其實它也是我們烏泰式燒烤 很有名的一道菜色 那它有別於市場上的檸檬魚 它的辣度比檸檬魚在辣更多 它大概趨近於中辣的一個辣度 那特色就是說 我們這個醬料 也是老闆娘自己手工製作的部分 那坦白說我們用料非常紮實 它用了大量的辣椒蒜頭跟香菜 所以當你吃到這個魚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它的味道層次是真的跟 外面市場上的餐飲業是不太一樣的 那包含我們的魚也是採用新鮮的鱸魚 去做現成的部分 其實那個在泰式料理上面 就是酸辣魚的部分就是很 就是屬於它的那個特色菜 所以到泰式料理店 其實要覺得這家菜 如果做的有沒有道地 其實酸辣魚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一門菜 老闆娘Sarah可是知名直播主 常常分享自己烹飪 及品嘗自家料理的影片 看看伴娘吃的香甜可口 是不是也挑起您的甜點味了呢 趕快請老闆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道甜點吧 芒果糯米飯的話 它這個是泰國東北的一個 就是夏季的限定甜點 那他們的特色在於說 這個糯米飯它也是來自泰國的糯米飯 我們是用野奶跟香蘭葉 香蘭葉是泰國的一種植物 那會放在底下去 用蒸的方式把它蒸熟 蒸熟之後 我們會搭配台灣在地的芒果跟野奶 它會有酸甜鹹三種滋味 一次滿足 當今芒果的甜 搭上擁有香蘭葉獨特香味的糯米 及野奶的鹹甜口感 是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味蕾享受 而另一道泰國傳統甜點 讓吃過的客人都會驚呼連連 大讚好吃喔 泰國叫糖絲春捲 那泰文叫做鮮米 Roti鮮米 Roti就是指春捲皮 那鮮米就是指糖絲的意思 或是每個地方可以買 它這個就是泰國的大城 它就是叫阿劉塔亞 就是在曼谷北方 大概一兩個小時車程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城市 他們當地就是非常有名 都在製作這個甜點 那老闆娘他挑選的這個糖絲 是有米其林五星的 認證的一個甜點 它一個是原味 另外一個是有加入 泰國香蘭葉的天然色素 所以它會有香蘭葉的味道 包含顏色也會不太一樣 那它的吃法就是 我們會夾一點放到唇捲皮裡面 然後手工把它包起來 包完之後就是 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對半 甚至就一捲直接自己把它吃下去 請問一下你們今天是第一次來嗎 對… 那怎麼會想要來呢 我就看裝潢還蠻特別的 對啊 就想說吃看看 因為蠻喜歡泰式料理的 那好不好吃 好吃 品嘗正餐的同時 也可以來一杯 泰式蛇皮果檸檬飲 蛇皮果是泰國獨有的熱帶水果 搭配新鮮檸檬汁調製 喝起來甜中帶酸 酸中帶甜 很適合解辣 而令人驚奇的是 裡面還有芒果爆爆豬 一入口爆漿的感受 就如同來這邊品嘗的美道菜一樣 驚奇 好吃又過癮 例外更悶愛的美道菜